28課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算是這個課本裡面用到雙聲部最多的一個曲子 當然它一開始設計並不是太困難 譬如說一開始是這種 其實雖然是雙聲部 可是它的另外一個聲部根本就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它只是拉空弦 可是如果拉到第二行的這個東西 拉和弦的時候 你們都要把它分解 不需要放掉的手指頭 可能要想辦法 不要讓它放掉可以作弊 不要讓自己的左手變得非常複雜 那這個 所有和弦在拉的時候都是先拉下面的聲部 即便你是上弓 所以就是你要先拉 譬如說這個第二行的第一個小節 OK 你就要拉 從第三第二弦 兩個兩個 然後在第四這個和弦 就 二二去拉 OK 這個 有點難 我可能 我把它拉一拉好了 這個很短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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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難 好嗎 好嗎 E弦 剛剛那個E弦有點叫 那個沒辦法 這個我的樂器 有的時候 天氣變的時候會有這個問題 OK 那就是剛剛示範 主要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曲子去練 不要 好像感覺是在拉練習曲一樣 然後 要有耐心的去 用分解和弦 知道弦韻陷在哪邊 每個和弦兩顆 四顆的 三顆的 把它拉得很紮實 這樣把它拉出來 然後記得有斷咒的地方 也要 不是upstaccato 要把它拉得清楚一點 包含曲子上面有寫一些 劍慢 回到原本速度 對 提醒大家一下 譜上看不懂的術語 一定要用術語 音樂字典去查 音樂字典去查 OK